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我不断的思想 律法是神定的 为什么要把人从律法当中赎出来呢 我就想赎到底是什么意思 赎应该就是付代价 把被绑架的人救出来 那一想到绑架 我就忽然间明白过来 那在律法还有神的高标准之下 我们有多少的无力感 有多少的知道 但是我做不到 我随便举一个实戒的例子好了 最简单的说 不可杀人 你可能说这也太简单了吧 我当然不可能杀人 我不敢杀人啊 但是呢 这个圣经说呢 这个恨人其实就是杀人 对 在新约上面这样说 那你这么高的标准 谁做得到呢 那神是怎样拿我们来戏耍吗 就是说 我定一个很高的标准 哈哈看吧 你做不到 神没有这么无聊 好 那神他为什么要定律法 他其实是要我们知罪 知罪呢 知罪我胜不过罪 说我怎么办 我只能转向神 我只能寻求神 那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罪已经赎了 在恩典当中 我们就能够经历 罪得赦免 脱离律法的控诉 那样子的美好 好 我们用五个提问 第一个 有什么诫命 就知道我们是神儿子的位分 不再受律法或是世间小学的挟制 第二个 有什么要避免的罪呢 自己在恩典中却以律法待人或是论断人 有什么应许 因为耶稣的献上 我们已经从律法中被赎出了 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可应用的呢 将这样美好的救恩赶快的告诉 仍然被律法捆锁的BEST 让他们知道这里有个极棒的好消息 耶稣已经胜过这一切了 我们是被赎出的 好 对于神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呢 神知道我的精良 知道我一切的状况 因此为我付上代价 并且让我得着神儿子的名分 好 我们就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还是感谢赞美你 你定了律法 让我们行事为人有一个准则 这个律法的标准 我们知道在神里面是非常高的 我很多事情我知道 但我做不到 主啊 让我不是在这样子深深的捆锁当中 乃是我常常的就转向你 说 主 我做不到 求你释放我 你应许我 我已经是被赎的人了 你应许我 我是神的儿女了 主啊 让我藏在你的恩典当中 享受在你的里面 看见我的不足 但是看见你的全风全足 更多的依靠你 活出更美好的生命样式 谢谢主听孩子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